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刚才我们已经在虚拟化也在kvm上面另外在这个叫物理相当于物理机上面啊添加了这个硬盘 下面我们看一下怎样来使用它 那如果说是一开始的话呢 我们首先肯定要先创建什么锐的 对不对 创建锐的这块呢是空的 因为前面我们在视频当中已经讲过 大家去创建硬件锐的就可以 ok做锐的1还是做锐的5 这个你自己创建 对不对 这块我们就不在这儿累数了 去看我们前面的视频这块 好 我们假定锐的已经创建完成了 我们要对它记忆分区 现在摆在你面前呢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我们叫基本分区 一个是呢我们在后面会讲到的逻辑卷 基本分区呢 这个这种分区方案呢是最传统的 也是大家比较私空间观的一种分区方式 它的这个方式啊和我们将来逻辑卷比呢 有一个劣势就是他前期我们把一个分区 比如说规划成五十那个一百计 后期呢如果这个分区空间快用满的话呢 你想要去扩容的话是做不到的 而逻辑卷它的这个容量可以弹性的往上去扩容 明白它是活动的 但像有一些分区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存放引导文件的布的分区 那要求的依然还是这种传统的基本分区 谈到基本分区 我们分区的时候 首先要选择一种分区方案 刚刚讲过吧 你是选NBR了还是选什么 GPT呢 如果选NBR的话 只能够是14个分区 而且主分区不能超过4个对不对 如果选GPT的话呢 这个灵活一点是吧 分完区以后这个还不能够直接使用 我们还要为其创建 文件系统 也就是你们俗称的 格式化 我们在那个Windows里面 有过对U盘或者是移动硬盘 格式化了这样一个经验 是吧 好分区 选NBR还是选GPT 然后紧接着呢 文件系统 然后最后再挂载使用 这三步 看到吗 那下面呢 我们分别使用 Fordisk和Gdisk来为大家来演示一下 NBR这种方案怎么分 还有什么 GPT怎么分 好吧 我们加了两块硬盘 我们这边加了两块 我看一下 LS Block 这个名字都不好 我们还是改个名吧 叫做 天云 挺好 本应该改这样一个名字 好 现在我们看到 这里面有 有几块硬盘 新两块吧 我们假如说 它已经是做好read的结果 好吧 两块都是20G 很显然还没有达到 那个2T的那样一个 2T的那样一个什么 标准是吧 好 下面呢 也就是说这两个分区 这两个硬盘 实际上我们采用 GPT 或采用MBR 都是可以的 是吧 好 为了演示 我们用这个来 分那个MBR 这个采用呢 GPT 好不好 好 它俩现在有分区吗 MBR分的时候 用什么分 那当然也可以像刚才一样 看一下DV下的这个设备吧 SD仙 或者是 这个用法 这个用法好像很奇怪是吧 不是正则 这个用法表示 可以是V 也可以是S 看到吗 可以是VD啥 可以是SD啥 所以最后啥啥啥都有 明白 看起来很高级吧 看起来是挺高级的 好 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两块硬盘 这个盘不要分的 因为已经分光了 但是同学说 我怎么知道分光还是没 还没分光呢 怎么看呢 曾经我记得有一个学生问我说 老师 我被攻击了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我500G的一个硬盘 当时啊 我现在只用了2006个G 还2006个G不见了 我说真的吗 我说你把IP和密码告诉我一下 我告诉我以后 我连过去一看 原来还没有分完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看这个SDA有没有分完呢 Fordisk DVSDA 当然这个叫分区 如果加一个L表示 只是干嘛 查看一下 看到吗 List查看一下 这个分区一共有8388608个 上区 看到吗 我刚讲过 以前分区的古老方案是按什么分的 住住面好不好 住面 现在是按善区分 每个善区512字节是吧 好 这一共是8388608 看结尾看看 看第二个分区的end结尾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 逼近了 看到吗 就已经几乎不剩了吧 那就证明什么 分完了 那如果假如说下面的数字正好是4777777 说明还没分完 这是不是 你别说整个整个的说分区被攻击了什么的 其实是无知好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设备 VD什么 SDB 他有分区吗 现在 他现在有41943040个上区 有人说这多少计 能算出什么 以下 每个善区多少字节 每个善区512字节 能算出多少计吗 其实我一看都知道 21.5G左右 看到吗 我教你们一个算术法吧 好吧 这种方法叫来算 来算 多少 看一下 我现在光标是不是 是不是移到这里面呢 选中 按鼠标的滚挪也可以 当然由于我是远程 远程这种操作 所以我就只能够 由于我是那个S 那个插效的方式 所以我只能选右键 选择并粘贴 这个是什么 扇区 怎么算啊 一个扇区是512字节吧 是除以还是乘以啊 乘二除 来问一个问题 一个扇区512 两个扇区多少呢 1024字节是 正好是1 K 是不是 听我说 一个扇区是512 两个扇区是多少 所以除以2 那四个扇区多少呢 是不是2K 用扇区数除以2 就得到多少K 看到吗 因为一个扇区是512嘛 两个扇区正好 是不是 不是 你要是算不出来 我也没办法 诶 没必要乘以512 对啊 没必要除以512 就除以2 得到的就是多少K 好不好 为什么这么讲 我给你算了 一个扇区多少 512 两个扇区多少 所以除以2 是不是就1K 四个扇区多少 四除以2 两KB 看到吗 除以2就很简单 你要是除不过来的话 你就 就乘吧 好吧 那你是乘完再除了 变成了 没必要好吧 扇区数除以2 得到的是K 好不好 不是 不是 我刚才讲的这个东西 是跟 是跟这个计算机 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跟算术有关系 好吧 一个 就是你现在拿到的 手上的是 一个小块是0.5个馒头 两个小块是 一个馒头 所以说用 用那个数字除以什么 2就可以了 就几个馒头 四个小块呢 4除以2 两馒头 教不了你 好吧 这个对不起 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小学 一年级的问题 也许还达不到 好吧 你要是觉得很难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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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复读一下小学 OK 好 算出来是多少 算出来 是不是不是多少 算出来是什么单位 K除以什么 101024 多少 再除以1024 差不多吧 当然这个算术呢 可以这样算 除以 除以2的 说两个1024 1024是2的十字方 两个1024是什么 2的 二四方 这样除也是可以 多了个什么 也是可以的 好吧 没多个信号 多了个方光 好吧 怎么演技能看 这是2的二四字方 好吗 好 今儿我把这个宝贵的这种算术方法交给了你 你要不要记一下哪天 你也想算一下 就就用一下呀 不要钱 不要钱 上面是笨方法 下面是2的二十字方 就是两个124 好吧 这个 啊 两个信号 对 两个信号在这里表示四方 但是在别的地方呢 是有这个这种写法 这个写法 别的地方是这样写的啊 但是在这个算术里面是两个信号 22224方 当中是我写错了 你别看啊 多了个多了个这个 办了方过号 赠送的 你要是不明白的话 中午就把馒头掰碎了以后 试一试啊 中午你们吃饭的时候 然后 你又来把你馒头给我给我 然后我们算一下几个馒头啊 一会儿我上去食堂去看发现好几个人在那儿掰馒头 掰完以后说来我考看你看这是几个馒头 怎么算的 有啊 就是半成两半 就要求半成两半 管他多大了 就是我要的是几个馒头最后好吗 我看这个数学这个数学啥关系 绩效的没有 先问一下刚才就算法算吧 我等你们是整这个 以后有同学看到这个视频笑话去吗 啊 那个OK可以了吗 哎呀 谁敢骂我 一想二骂吗 就是算不好馒头类人在骂我 那个 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这 我说不下去了 这 这 该说是啥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硬盘没有没有被分区是吧 嗯 好 我们用Fordisk DV下的 VDVDVDA还是VDB DVD 不是你想说啥就是啥 VDA好吧 D块VDA D块虚拟化半虚拟化类型的 因为人家原来是那个全虚拟化吗 看 Fordisk DV下的VDA 我们采用什么分 再问一遍 MBR分 Welcome to Fordisk 是吧 嗯 然后 现在 注意 他告诉你这句话 看到了吗 Build 创建一个什么 构建一个新的DOS磁盘表 所谓的DOS就是指的MBR OK 以后见到DOS Disk Table Disk Label 就这指的就是什么 MBR 明白 那他不会显示 可能不会在这不会显示MBR 但是这个指的就是MBR OK 明白 然后怎么怎么分呢 先看 帮助 你看 这边呢 这个其实不难 我们常见的 无非就是 添加一个新分区 N 是吧 筛入一个分区呢 D 然后 我还可以这样做 然后还可以呢 这样做 保存分区的信息 然后呢 退出 也可以呢 Q表示什么 Without表示不保存退出 就是放弃刚才的修改 退出 明白意思吗 还有呢 P 表示 打印分区表 现在打印也没有用 因为根本就什么 没有分区表 你看明白了吗 他倒是能够显示这个 分区的类型是MBR 是吧 好 那怎么分 这样吧 我们分一个小的 分一个大的 分一个100兆的 分一个 大概五个G的 好吧 然后6 他问你 你是选 啥呀 我们由于采用MBR 所以呢 有主分区和 扩展分区 这个说法吧 按P 就是什么 死去吧 死 当然不用按P 为什么 他自己呢 就是 就是个P 对吧 然后回车就可以 主分区的变号 是1到几 他摸上就是1 在以前的老系统上面 你还要手动输个编号才行 多么的笨 对吧 现在呢 在CN7上面 智能化的 好 FORST SECTOR 我刚讲过 现在分区是吧 扇区分啊 就问你 这个分区是从 扇区几到 扇区几 明白吗 好 注意看 他是从2048 扇区开始 换句话说 前面的2048 个扇区 也就是多少兆 一兆 2048除以2嘛 是不是 一兆 前面的一兆 是留下来的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是干什么的 好吧 是留下来的 总之从2048开始 然后往后走 往后走 回车 结束呢 LAST SECTOR呢 你可以采用 加多少扇区的方式 也可以 或者加什么 尺寸的方式 都可以 我觉得 作为人类来讲的话 应该是加尺寸 你很难算出来 我们这100兆 需要几个扇区 五个G需要几个扇区吧 那就加 100 扛啊 不过在插销里面 想往前 说错的话 想往前扇 看这个是不是出错了 按住Ctrl加退格键 就可以往后扇啊 往前扇 我要输的是100兆 我说了分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好吧 100兆是不是有点太小了 就100兆吧 意思到位就行了 好吧 我说了一个分100兆 一个分五个G嘛 我也不是吝啬的人 好 然后再P一下 嗯 嗯 嗯 类型是I83 Linux 再分呢 再分的话 是不是还是可以选什么 还有三个free呢 对不对 但是你要记住 最后一个主分区 你是不能随便选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最后 第四个主分区的选择 意味着后面 再也不能分呢 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你最多建议大家选三个主分区加一个扩展分区 好 我们也可以现在就选什么 扩展 那就选 一 好不好 回车 编号解 二 所以我刚刚讲了 扩展分区其实也是主分区 它的分区信息也是保存在主分区表当中的 没有吗 回车 从哪开始 206848 yes 结束了 扩展分区 我刚刚讲过 它不是为了 它不是一个标准的分区 它是为了能够创建更多的逻辑分区 是不是 所以我建议大家扩展分区 全给 就从开头到结尾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扩展分区里面再分什么 逻辑分区 那么样吗 其实现在有几个分区了 现在 两个 现在如果再选N的话呢 它还会问你选不选主分区 为什么 因为还有两个名额 对不对 我们可以不要了 可以现在多了一个什么 logic 逻辑 编号从5开始 我们选L 编号 不由你写 它自己知道 5开始 208896 208896 差不多是接着这个206848这个位置 差不多 为什么会差一点呢 有人说 它会建立一个扩展分区表来存放什么 逻辑分区的信息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这个是接着上一位的 接着这个上个地方的 接着你这的好吧 相当于接着这的 但是它不是那种标准介入 因为它有当中还有一些存放什么 逻辑分区信息的一个扩展分区表 好 我们就回车了 好吧 结束了 这个不要那么做了 因为后面还很大 我们加上多少 5个G 回车 屁 好 我要讲的是 一分区可以格式化 五分区可以格式化 二分区不可以 因为二分区仅仅是一个扩展分区表 明白吗 结果每次讲到这儿 好多人就痛苦 二怎么不能格式化 二不能格式化 二它不是一个分区 它只是一个扩展分区 而且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扩展分区就全部给就可以了 好吧 剩下多少 就是什么 全给 然后再在扩展分区里面再来 画逻辑分区 能不能够 能够能够 扩展分区就全给 不要吝啬 就行了 啊 扩展分区是不是要最后建 这个不一定 其实现在你还可以建主分区呢 没有吗 现在能建主分区吗 我们试一下 就是再来一个六 选择主的三 哦不行了 抱歉 他说没有空余的这个扩展分区了 因为扩展分区已经用光了 只能说弥勒还在 但是没有人呢 对 这个也没关系 我觉得 既然你选 你做出来的选择 对吧 那你就应该接受 是不是 啊 现在没有没有这个足够的有效的扇区了 这也正常 好吧 来 各位 我们现在翻来几个可用分区 可用的 几个 两个 没有三个 两个 好吧 然后是退出呢 还是保存呢 按Q 是什么 按W 是什么 那我按了Q 就再来一遍 我是为了给你再演示一下 好吧 然后 你有什么 不要觉得这边多蓝 这没有多蓝 走 加什么 一百兆 然后 N 扩大分区 走 走 走 是不是这样子 全给吗 扩大分区 我一般是回车回车回车一路 然后再N 逻辑分区 走 加 5G right 看到吗 然后紧接着看一下 第一位下的 那个也可以看 Fordisk-L 第一位下的VDA 可以看 三个吧 也可以直接使用 LS block 也可以看 是不是三个 看你扩大分区才UK 看到吗 扩大分区你怎么 别人画 那就EK 它就是一个表 它就是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表 分区表 为它的 它是为谁 为逻辑分区的 没有吗 它就EK EK 很小吧 对 你不要去碰它 它是好人啊 然后 也可以使用 DVV 当你新分完区以后 就会在这下面呢 有它的设备文件 看到吗 但是这个话是错的 为什么这么讲 当你新分完区 你看 Fordisk 看 你还要用一个命令 叫 part problem 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现在我们是不在虚应机上面啊 或者在云主机上面 是吧 云主机其实也是虚应机 你分完区以后 你不用重启 那盒会自动识别到这个设备 新分区 为它创建起设备文件 没有吗 但如果说是真实的硬盘 就是物理硬盘 分完区以后 你发现这里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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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选择一 reboot 要不选择二 part problem 它回车其实可以 也可以直接去刷什么 某一个设备的情况 刷一下 这个做是想干嘛呢 是想在不重启的情况下 去重新强制 让内核重新去读取分区表 为的是为我们新设备呢 创建设备文件 看到吗 这个part problem的作用是什么 我再问一面 就是 让内核 手动让内核去干嘛 更新我们的分区表 为新设备创建设备文件 当然你们不要看我这个B这个位置 我这是因为前面有A用了 是吧 所以是B 你们那可能不是 好吧 分明了吗 好 那我说明白了吧 分区分完了吗 分完了吧 好 来 下面我们看一个现象 我这边呢 大家刚才看到 我在虚应机里面 是不是刚搞了一个 多大的硬盘 搞了一个 3T的硬盘吧 来 Fordisk DV下的哪个 哪个机器 哪个设备 SDC 是吧 SDB是220G Fordisk Fordisk DV下的SDB 正常 没报错是吧 走你 哟 还可以WQ啊 然后 怎么着 报错 看到吗 注意看 报错了吧 我 Fordisk DV SDC 他一直警告 这个尺寸呢 太大了 DOS分区表格式 比如说MBR分区格式 不能够使用 Driver的券 太大了 大于这个数字了 怎么办 那 要求你使用 GPT 分区表 GPT 看到吗 没有吗 就两T以上 肯定是不能分什么 MBR 明白 但是我们的GDisk 就可以啊 DV下的 VSD 什么 C 报错了吗 没有 很漂亮 上了就给你干了一个 GPT的分区表 看到吗 明白 所以我拿了一个大硬盘 给你演示 是不是真实一点 那由于我这个是个小硬盘 由于我现在给大家演 我在这个电脑上 在这台服务器上面呢 这是一个 SDB 其实是一个小硬盘吧 所以我使用GDisk 是不是有点 哎 这是没有装啊 是没有装啊 看 哇塞 没有装 装一个 好吧 M-Y E-Star G Disk 有时候是这样的 那个包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它就要Disk 运气不好的话呢 那个包的名字 不叫这名 那那叫啥 我问的是 我也可能忘掉 你更可能忘掉 所以我要教你怎么看 怎么查询 当然 我说实在的呢 这个 这也忘了 因为我装的完了以后 默认就是把这个包装好的 通常 下面我们来看看 它能不能装上吧 好吧 能装上 装不装上 我们都不在乎 要要要 装上了吗 这叫G-Disk 装了吧 各位 由于我们是最小的安装 所以没有啊 来 G-Disk 然后什么 第一位 哪个牌啊 哪有C啊 你看花眼的吧 我就因为我切换了一下 然后就让你这么 痛苦啊 G-Disk 第一位下的 SD B YES 好了 上来就给你创建了一个什么表 G-BD表 他刚才上面说 原来的那个硬盘啊 扫描了一下表 发现 没有MBR 没有持续的MBR 也没有BSD 也没有 这两种我们都没见过是吧 也没有MBR 也没有什么 G-P-T 所以给你搞了一个G-P-T 因为你看到你使的是这个软件 是吧 你要做善良 来 怎么帮助呢 哦 问号是帮助啊 M行不行 照样可以 看到吗 M件照样帮助 下面这个格式是不是看长得一样的 在以前六的年代 这个简直是一种奢侈啊 因为六的时候使的不是这个软件分区 而是使的是 PART 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个 P-A-R-G-T-E-T 看到吗 T-E-T这个软件 现在呢 七上帮你做的好智能啊 这个 好的 然后怎么着 N 你不用管了 你看 什么玩意 逻辑分区 扩展分区 是不是一概都不让选了 你就回车就行 First Secrets 守战区 就开始 结束战区 加100兆 OK 多了一步 就是 他说 当前的类型是零零个手机系统 你确定吗 Yes 就这样 多一步 好吧 紧接着 N 没有所谓的扩展逻辑的概念 全是轻一闪的主分区 多好啊 这个 但是如果说你敢对一个已经存在的硬盘这么分的话 存在硬盘分区的这么分 数据就没了啊 走 走 加 五个 说了吗 按套路来走 是吗 回车 保存吗 屁打印一下 保存吗 为什么保存 那我再演这边 还有哪个呀 以后再说呀 你吃不完 你一顿要仗着吃完呀 以后再说啊 好 各位看一下 他就有点不一样 他 告诉你的一个 说起 事情是什么 对啊 你现在要用吗 用这个写入到GPT数据吗 如果这样的话 overwrite 还记得这个单词吗 覆盖 存在的 分区 Yes 哇哇哇哇 就这样了 看到吗 操作成功了 明白 同样的道理 如果是真实硬盘 应该怎么做 part proble dv下的sdb 是不是这样做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n种方式来看到 分的两个区 100兆和什么 5G 明白 然后也可以通过gdisk-l dv下的什么 sdb 看到 是不是全是这样的 字体有点大 好了 现在我们两个硬盘都已经分好区了 都各自分了两个 但不同的是 由于我们这个采用mbr的方式 所以呢 多了 我们刚才刻意多了一个什么 扩展分区 它可用的就是1和什么 5 它可用的是什么 1和2 都是100兆 5个G 好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共分来 不是 我们就相应 是分好了区了 这个分区叫什么分区 叫做 基本分区 什么叫基本分区呢 就是 很基本的分区 以后 你想要扩容 那不可能 100兆 谁让你当初选择这个呢 5G 想扩容 谁让你当初选了5G呢 明白了吗 这是分好了 谁让你当初选择这个呢